粉条 你看纯亮纯亮的吧 很浓郁 我从来没有吃过 这么弱的粉条 圆埋菜炒粉条 这个家常的东西 其实要做好了 还不容易 圆埋菜 绿的最好 别要太磁力了 把这个一元切出来 你看 切成菱形块 要整齐一点 如果说在家里呢 四个色 其实一样 这个肉带点肥胶 肥胶呢 血白清晰 你看有点肉就够了 这都是精细的 这都是初家工的东西 这烹饪当中呢 从喜菜 炸菜 到切配 然后出来 反正到火上去盛口里 你看我们刚才问这个问题 就可不专业 我们说是精细活 二白说是粗加工 你看 断里头 要不然也太长了 水开了 这红布 这个水就够了 变到老周 你看 你喜欢做 你看 你让它上场做 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做法 可能是我太小白了 在焯水的过程中 放酱油 确实是 雪到了 很好看 很好看 颜色不够 怎么可以 对 还是冰糖老抽 烧得很快 你看 这样它没水了 你看 人家的勺 那么除了咱们白不算拉的 你看这 起的了 这就够了 然后呢 这个肉呢 慢慢的煎 你看这个肉 你看看 嗯 它这有油脂的 它摆着就 你看 这就倒酱了 葱姜蒜 二白这也是现场教学 先煎煎蒜蒜 然后它冲着香了 这时候可以去喝这个 红饼子喝葱了 葱 你看 它就顺起来 火腿的辣也可以 这葱不能煎太大了 不行 来 有的 先辣 先顺起来 你看 这放凉白菜 这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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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蒸鱼 豉油 来 这个再来 这个 这个 我们再盛点 你拿来的 哦 放在 下游味 冰鱼 冰鱼 再煎肉丝 肉丝 你看 它的颜色 显得真是淋 有什么 对 这个行 来 这个特香味 最后来点 那先露 葱葱盐 圓排菜炒粉条 加上菜 用你所有的语言来形容一下 太香了 本来说是非常的脆 但是粉条很浓郁 我从来没有吃过的 就入味这么入味的粉条 好吃 谁说为什么 说得选原白菜一样 一定要选这个酸的 你在家可以掰 那个时间稍微可以再短一点 对 我们炒原白菜的时候 经常就把它炒得特别软 其实就是什么样 就是炒的时间长了 炒久了 今天真是学到了 我们终于是如愿以偿了 我们好好做菜 你们好好吃饭 关注老饭谷 吃饭不含糊 导音